字幕提供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新学年的第一次阅读分享 我 张余辉老师 先跟大家做第一次的阅读分享 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本 其实是《Breaker Scene》里面 其中一期的内容 他的书名叫做 《出卖我们》 《出卖我们》 就是有一些食字的意思 就是为什么 叫出卖我们的地 就不是广东话 而是真的一块地的地 事实上 我们近年常常都会说 香港土地不足够 我们要找地建屋 这一期的《Breaker Scene》 其实他里面整个主题 就说回 其实我们香港是否真的 缺乏土地呢 我们要 让多些人有机会上楼 有自己的房屋的话 那究竟那些地怎么来呢 那这里里面 其实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分析 那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举个例子 那他在里面呢 他会提到呢 其实我们香港市区 是否真的完全没有足够的地方呢 那他就提到 其实我们的旧机场 其实有很多空置的地方 那当然啦 近年来的 这些空置的土地呢 都慢慢开始发展 那但是他都提到了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发展了 建了公共屋邨的地方呢 其实可能只是佔 这个旧机场整体的土地 可能都是只有十分一左右而已 那究竟其他地方又怎么用呢 那里面呢 他就会 告诉大家 其实问题在哪里 那另外呢 其实在市区里面 我们都还有很多 可能空置了的政府设施啊 或者呢 有很多 就是珍贵的土地呢 其实用来做了 免费停车场啊 或者呢 甚至呢 有些 军营的地方呢 其实解放军用不完的 都是丢空了在那里 但是呢 似乎又 不是 用来发展做一些 就是可能我们低下阶层很需要的公屋 可能是限制了在那里 或者甚至呢 就变成了一些 豪宅的用地 那另一方面呢 在新界 可能大家也都会听到啦 就是有提到 是否要开发这个街的公园呢 将一些可能我们很珍惜的 就是绿化的地方呢 要用来建楼了 但是呢 政府的说法就是说 不够土地啊 要开发啊 就是 如果不是的话呢 大家要挨贵租了 但是呢 在书里面这里也提到呢 其实新界呢 有一些地方叫做棕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棕是棕式的棕 就是咖啡式啊 那这些棕地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些 原本的农地啦 但是后来呢 就因为本身的生态价值稍微破坏了 很多时候这些就成为了 就是做了废车牆啊 或者是货柜牆那样 那呢 新界里面很多这些这样的棕地呢 其实现在是 并没有开发 用来建造房屋 反而成为了一些货柜牆啊 或者是废车牆啊那样 那于是有人就会问 咦?其实是否如果我们真的要找土地去发展的话呢 这些棕地 可能比起我们直接去破坏一些 其实有生态价值 绿化的郊玉公园是更加理想呢 但是为什么政府又没有这样去做呢 那这里呢 它也会提出一些想法或者一些问题 让大家去思考 其实呢 除了介绍这一期之外呢 事实上我最想介绍呢 这一次就是 其实是这一本雜誌 《Break a Scene》 《Break a Scene》呢 是一本商月刊 每两个月出版一次的 那里面的内容呢 跟我们社会里面的设身事 或者尤其是我们年轻人 很关心的 社会上现在我们有一些城市农夫 或者有时我们又会很关心我们的外表 我们的整容 或者什么叫漂亮 瘦身等等 很多很多我们年轻人 或者社会上很关心的议题 文化议题 个人成长 通识相关的 它就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内容 每两个月出一本 对象正正就是我们的中学同学 鼓励大家去订阅 当你收到这本《Break a Scene》的订阅的时候 认真去考虑一下 其实之前的期数 在图书馆里面都可以借阅得到的 鼓励大家去图书馆那里借阅 其实跟着下去 每一个星期我们的广播组会 都继续会有不同的老师 或者跟大家分享这个阅读心得 以及跟大家介绍一些书籍 请大家密切留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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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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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